追尖盘 各位朋友你好 我現在要講的是 追尖盘突出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也就是說追尖盘是怎麼壞掉的 隨何是怎麼跑出來逛大街 去壓到神經的 OK好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到第一段的影片 請你回頭看一下 我先直接解釋 追尖盘本來的定位呢 它就是一種避震的概念 所以有點像是這張圖 有一個汽車它有一個避震器 所以脊椎骨跟脊椎中骨中間的追尖盘 它就是那個避震器的概念 也就是說人類的脊椎呢 它其實不是一根棍子 它是一個有曲線的這樣的結構 那麼在這個曲線當中 我們會有跑會有跳 從高處跳下來 所以這個緩衝的這個部分 不是硬梆梆的關節直接緩衝 是這個充滿水分的追尖盤 它可以做這個緩衝 那第二個呢 因為它是80% 70%的水分 所以它是一個軟的追尖盤 它是一個軟骨 它為什麼不會跑來跑去呢 前側有前重韌帶 後側有後重韌帶 這個韌帶就是連接著骨骼的繩索 把它hold住 那脊椎的穩定呢 是靠這個追尖盤的彈性 跟它的水分往上撐起來 前後呢 又靠韌帶把它鞏固 所以追尖盤它在裡面就不會亂跑 那麼我們之前有講到 隨後會跑出來逛大街 然後去壓到這個神經根 就是這個樣子壓到神經根 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有清楚知道 是因為 當我們往前擠 有壓力在前方 後面有張力它就往後跑 但是在生活當中 我們可能會無法聯想 什麼樣的姿勢 是讓我們往前擠 往後跑呢 那還有什麼樣細節要注意呢 好 我這邊直接講清楚 第一件事情 追尖盤突出 為什麼會是在 有一半左右的 是一個勞動的人口 很容易出現的原因 是因為 這些勞動的人口 經常要彎腰 比如說 搬重物 比如說他要彎腰去做工作 那他彎腰的這件事情 他沒有把彎腰的概念 放在髖關節去彎腰 他直接用腰來彎 所以他是一個完全是動作認知的問題 所以 右肩盤突出的第一個原因 挺好囉 就是你錯誤的 反覆的去壓迫 擠壓追尖盤 這件事情要改變 只有靠動作的認知 靠骨盆平衡的訓練 那個內容很長 我要另外弄其他的影片 來告訴大家如何保持骨盆的平衡 我現在就講一下這個概念 當我們的前彎發生在髖關節的時候 椎間盤是安全的 因為這個椎間盤的弧度 就保持原本的樣子 當我髖關節不動的時候 你會把前彎發作在往定壓 所以這裡是不安全的 這樣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也就是說 你反覆著彎腰起來 彎腰起來 不管是拖地 或是勞動 或者是搬重物的 這個動作都發生在這裡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這就是我們 椎間盤會突出的第一個原因 叫做反覆的錯誤的壓迫 椎間盤 好 但是有很多上班族 會有一個問題是 他沒有反覆的彎腰啊 搬東西啊 或者是彎腰做工作啊 這個就是反覆的起起上上下下 他沒有 他就是打電腦啊 或者有人根本連電腦都沒打 他就是宅在家裡這樣看電視啊 那為什麼椎間盤會突出呢 好 第二個原因就是 在不對的脊椎排列的曲線上 靜止不動的壓迫 跟上一個不同 上一個是反覆的壓迫 這個是靜止不動的壓迫 但是靜止不動不是說 我現在打直 延伸我的脊椎 這件事情是 是壓迫嗎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種 對脊椎間盤的壓迫 但是這種壓迫 椎間盤是可以承受的 因為 只要在很平均 受壓力的情況之下 椎間盤是非常耐重 非常受壓 所以我不是那一種 願意接受宿命論的人 我也反對宿命論 宿命論怎麼說 躺平最輕鬆 可是人類是唯一 要把脊椎打直的動物啊 所以呢 你只要打直 你的脊椎就一定會有壓力啊 站立是躺著的四倍 坐著是躺著的六倍 所以你椎間盤會蛻變會退化 突出是很合理的 我反對 我反對的原因是 很多年紀到大了之後 他都不會有任何椎間盤相關的症狀 只要他姿勢都保持很正確 可是我們人會有症狀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靜態的習慣 是我坐著會駝背這件事情 坐著駝背的意思是 你只要是不管是翹腳 坐姿的駝背 或者是你躺著之後的駝背 因為這個姿勢跟奈姿是一樣喔 改變的只是眼睛 改變的只是眼睛而已 但是對腰而言都是叫做骨盆 後傾 重量完全壓在腰椎四五節 這個姿勢 所以如果我可以量身高 塞進去這樣子做 我的脊椎是不會有問題的 我的脊椎盤是健康的 怕就怕我屁股坐前面 我還是後傾 我這個脊椎的曲線 目前是沒有改變 可是因為我後傾了 腰會壓下去 在我壓下去的這件事情上面 就會讓我的椎間盤 這是後面喔 這是前面 這是神經根 我們會後傾之後壓破 而且這個靜態的姿勢 看一部電影就兩個小時 因此這個椎間盤 在受力不平均的情況之下 它的水分就會流失 就算沒有流失 它因為壓力不平均 它的水盒會一直往外推 推擠我們講的那個纖維環 然後會終究讓仙維環有所裂縫 然後最後突出 所以也就是一個靜態 OK 來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是 我們都沒有去做反向的伸展 你知道嗎 對腰椎而言 這樣叫曲 往後叫做伸 不管是一或二的那些條件下的那些人們 他們很少去做伸攔腰的動作 或者做適當的伸展的動作 所以這個腰椎是沒有伸展 一沒有伸展 二反覆的往前 不管是禁止或是反覆的勞動 以至於它的後背的肌肉群是缺乏力量的 也沒有被叫醒 然後固定姿勢hold不住 也沒有機會去伸展它 那伸展這件事情 是會讓脊椎骨得到氧氣養分的 可是我們沒有伸展 所以這個椎間盤就更不健康 好我以上講的是椎間盤如何壞掉 那通常你有椎間盤突出的 你一定有幾個習慣 最常見的 就是你用腰你不用寬 所以你的動作認知是錯誤 第二個你屁股沒有做到椅子最裡面 你都習慣攤著坐 或者腳伸直看電視 或躺著床上看電視 請參考我們的十大傷腰壞姿勢的影片 叫做半躺半坐那一支影片 他也講解的非常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缺乏運動 換句話說 我一直在推動的就是 脊椎保健的教育這件事情 我一直認為 椎間盤突出 脊椎的問題 它並不是醫療能夠解決的 因為你做完了手術也好 或者你只是做物理治療也好 你會發現你的腰就是很不好 你的腰就是很弱 因為你沒有用正確的方式去過日子 你對於脊椎的曲線 對脊椎的延伸的概念 完全是沒有概念的 所以疾病管理靠的是醫療 但是健康促進靠的是自我的學習 所以歡迎大家了解更多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歡迎大家到我們下方的留言 給我們想說你想要得到哪些的知識 或者有什麼回饋或鼓勵給我們 那如果周圍的朋友有這方面的問題 歡迎你分享按讚 然後小心避免我剛才講的那三個情況 那最後還是希望大家到我們身體智慧的官網 看看我們身體智慧脊椎強倍數的課程 那旁邊待會兒會有影片的連結 最終還是要靠教學 靠學習 讓自己有知識的認知 還有良好的控制 那動作控制對了 知識認知對了 換句話說 注意知識 動作正確 這是保護椎間盤的最重要的關鍵 在適當的醫療才能夠一勞永逸喔 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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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